好的 欢迎回到SFL首周第二场的比赛 同样的今年的这个新队伍的介绍 先看一眼 上来的是Saisoukan Soar 先发的第一个选手 完全不认识Sasamo 长了一张外国人的脸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来路 完全的新人 然后到了第二位 这个是前两年的新人 Higuchi 现役日本最强鼓烈 没有质疑 接下来第三位 Shoto 现代人 目前职业里面为数不多还在用现代模式的选手 用了玛丽莎 最后的是雷某 称号不变 暴力皇帝 她玩的角色一定要有王霸之气 所以JP 萨鲁曼大法师 这实在说不上来 这个登场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已经有种要赶超机牛特战队的感觉了 接下来第二支队伍 就是非常经典的毛哥队了 毛哥队今年换人换的不多 就一个人 对吧 上来的先发 Johnny 他的得意门身 关了两年 终于放出来了 不知道今年是不是能够让毛哥满意 要是打得不好的话又得坐得满凳了 接下来呢下饭的王 恒称曾经被誉为机器人 不知道在这个上线很高的游戏里面 恒称能不能打出一些惊人的表现 好最后是山口Yamaguchi 去年的首秀当中 成绩一般般 但毛哥还是留下他了 说明没什么新的学员了是吧 最后是毛哥 忍者的头领 我每次看他们的登场 我真的遭不住了 哎呀别这样别这样 那同样的排名不正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上方的一个先锋战 来上来就是 Nemo Nemo作为一个大将 上来就打一个先锋位 那来队上的是 檀村下饭的王 反正目前来看的话 毛哥队伍他们 最可靠的人应该还是毛哥自己 反正每年都是这样 他们整个队伍的得分 全都靠毛哥一个人在打 腾村的这个发挥极度不稳定 要么一整个赛季都雄起 要么一整个赛季都很腿 好了双方比赛正式开始 肯打JP 开场的立回 上来先求一个倒地好吧 看看谁先倒 下中鸟命中 哎呀这个青鸟 这个青鸟要点到的话 后手跟一个绿冲就倒了 他现在腾村还能站着撸一会儿 这边直接做一个取消 他手上只剩最后一格斗气 听到墙角了 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回斗气的手段 这一个想止以打不敢往前走了 往前多走一步的话 对手要是点开或者是直接传送 都会很难受 不如稳一手 这边看准对手只有一格斗气想蹦 结果被反蹦了 腾村的一个准备工作做得很好 提前等着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等着 他有可能有这种反应 毕竟是腾村 Od的神 这边直接抓了一个直跳 哇 再凹了 那没了 爽住以后带走 好了 第二轮 这一上来内蒙主要是输在那个蹦了 感觉有点草率了 他是想赌对手什么招呢 下中掉杰中 好的 对手的一个绿冲 直接被打伤了 现在都先不多 主动出击 先给一手投 利用自己的一个猎势带 对手是真的不敢动 嗯 前跳 哎呦 能不能在这个位置犹豫了一下 他站在一个很不好的位置 会不会对手跳逆向 这一代街霸六啊 真的 你要是在被跳逆向的位置 你不动 你完了我跟你说 来 这边是给上一发C 圣龙裂破 打完以后还有一丝斗气 但这个跟死了我感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其实怎么做 哎呦 一发OD的发布 然后确认好以后 绿冲接上一个圣龙 哎呦 这边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我也不直接上来呀 先发一发OD的发布 对吧 你要是敢驾招你也是死 你如果不驾招的话呢 那对不起啊 斗气就没了 哎 这道题就出的非常的好 对不对 到底是机器人啊 经过精心的计算 哎这绿冲先一步抢中了 两个人都出了 恒村那边先中 静盘编了呀 开始了 最可怕的版篇考试 日冲后的重拳加针 给手投 完了以后晃了一下 再来直接往前走 很勇哦 直接晃 晃穿了啊 Nemo表示我什么都不能干 完了 这JP 我感觉尖僻就是大圆主 在日本那边的比赛里面 这角色好像不被当人看一样 太可怕 难怪我还气暗投名 很早就把这个角色换了 有明显缺陷是吧 下段波偷动一下 腾村那边 哎 想要回一下斗戟 用自己的驾招 结果打了半天 对手也没蹭自己 这波斗戟被打得很干净 再冲 又被截 好的 所以对侧上面都做得很好 完全P的话 一定是说要把对手 绿冲给截得很稳 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截对手 无论是你把响指子直接打出来 或者是用自己的拳脚去截 你肯定得做 让对手白嫖冲上自己的脸 那是不接受的 最后腾村这边吃了一个P 然后第三呢 上来就绿戳 TC 魔中一下 没有确认 这也确认不了 可能J86确认难度是比较大的 他的一个按键取消窗口很短 带戳中掉过去以后强的很准 可以 那么这边把位置换出来了 这里精准的驾招 是要求一个放倒 反正伤害是没什么了 做一个推板 然后起身被抢了 放针了 这一放针应该又想晃对手 主要是有点怕对手按驾招 不想压了太子 给对手一些出招的空间 欧地箱子打完了 这里怎么说 直接驾 直接驾 只会了一点 这边把最后的斗期用完了 腾村这里有点危险的 我觉得对上这批没有斗期这件事情 但是这批得放倒他一次 放倒他一次以后后面就很好打了 欧地一发波推到最远 响指打好把你位置控住 接下来腾村这里只能防 防到自己的斗期回满为止 别挑了 防两下可以了 对吧掉不了多少血的 那现在总算有了 下中的戳中 这边手上有CA的 中拳只能给上一发CA 这个CA打完以后 那边好像没斗期了 这里是浪质跟没有 没有区别的 又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了 一发OD的发波是吧 再来 所以Nemo死了呀 我就感觉这个游戏 往后推进的时候 你会发现 JP这个角色 他很容易被对策 尤其是他点完几下以后 接个很早 无论你是用笨放 还是说你后面经过练习 你可以很精准的驾招 对吧 那你Nemo这边只能偷指令头 那偷指令头太可怕了 对手要是一个前跳 直接就暴毙了 所以在高端局当中 他们也一般不太敢去偷 那个指令头 所以怎么办呢 你说 我感觉这个角色 只能欺负欺负板桥 有点期待Nemo后续 对上板桥的对局 那碰上 狠一点的其他的角色 对吧 进攻能力比较强的 他可能都会有点危险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先到这边 下场的话会是一个中间家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